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五年爱班,十七号,陈益胜 我今天演说的故事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为了庆祝圣诞节,我们去了北海道 到了机场,我迫不及待的想冲出去 一股冷空气冲进我的身子 哇,我好久没有看到雪了,好久没有看到太阳那么早下山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在杂谎逛街买东西,还吃了七彩冰淇淋 在那么寒冷的冬天,还吃了七彩冰淇淋,这种感觉实在放透了 一边玩水,坐个雪球,堆个雪人,这种感觉就像我在英国的童年回忆 第三天,坐着车在昏沉之下,我睡着了 起来之后,发现车子越开越乡下 到了目的地,我们才发现这里是大雪山 这里的水更是夸张,已经堆到两层楼高了 这里是一个古老的饭店,和其他饭店不同 特别是旧厕所,大家有可能会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洗手台就在马上水箱上 洗完的手会流到水箱里 日本人真是省水 晚餐更是赞,这20道菜我都吃得津津有味 大家都吃得肚子大大的 吃完饭,我们去泡楼汤 要进去时,我和爸爸发现有免费的冰棒 但不管我们有多宝,还是要照样吃了三根 进去时,我和爸爸决定挑战户外流汤 一进去,简直跟地狱一样 但调进热汤里,觉得好多了 一边飘着,天空还飘着细血 一边泡汤,这种感觉真奇妙 第四天,我们从大雪山到另外一个山庄 我们去了冰世界 有冰做的杯子,椅子,桌子,电话厅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用冰做的 但最后,我们还是要走了 看着飞机缓缓上升 我们,我在晚上七点就睡着了 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也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谢谢大家 谢谢